讓我們歡迎湯時選也為我們帶來復活一個Browser Game Online開源世界 掌聲歡迎 因為其實這是臨時改主題的 然後還有看起來蠻多人 蠻意外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改主題的時間點應該是上禮拜吧 所以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做這個簡報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專案開源 Opensource的時間點大概是8月初 大概是8月3號、10號左右 所以我現在把它架起來 然後讓server正常run著 那其實總共只過了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我們其實還蠻多事情在中間做嘗試 所以勉強來說可以讓大家有一個 就是可以分享給大家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這款遊戲 其實它裡面有一些蠻有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想了解說一些 Micro Service 就是你的server 因為我們server一般做scale 所以一種是scale up 就是把它硬體上的升級 那另外一種就是平行就是scale out 那做一個遊戲來說 就是其實我覺得它在Micro Service 或一些soa的架構上來說 它是適合學習的 為什麼 因為這遊戲裡面大概有五到六種不同類型的server在裡面 那這些server跟server之間怎樣互相的溝通 其實都是你可以在這款 open source的遊戲裡面看到 那再來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實 日本在開發遊戲上是蠻厲害的 那在開發遊戲上尤其是這種 算是所謂的課金抽卡手遊好了 所以在這種遊戲裡面 就日本算是技術頂尖 可是你很難有機會看到這些遊戲是怎麼設計出來的 那它既然open source 那我們就不能放棄這機會 就好好把握去學習一下這些遊戲是怎麼做的 OK 那我是蒼池 那基本上平常我大部分時候都在做web 那有時候就是業餘的時候是做遊戲的 因為我大學都是讀水多媒體 那大學的時候也嘗試過做過一些3D遊戲 那後來就是做完畢業專題之後就發現 遊戲業真是一個血漢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寫web了 OK 但你把工作之餘的時間拿來研究 怎麼做一些遊戲之類的 還是很不錯的休閒 因為就是那個自殘自消嘛 對 就是自己做遊戲自己玩 OK 好那我現在工作的地方就是5倍紅寶石 那像今天這個社群軌跡也是靠5倍紅寶石support 那5倍紅寶石早期就是 也是為了supportRuby社群才成立的 那以我個人私信來說 我希望大家多寫Ruby 因為就是Ruby這個語言其實是很好用的 那很多時候 例如說你可能去拿去跟其他原比 那我覺得這東西要看特性 那今天這個演講裡面 Ruby的成分可能比較少 而且還會混入其他語言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不是很重要 因為 把一個工具用得好這件事情 是你平常在練習的時候 那你使用多個語言把一個專案做好 那也是很重要 那只是說 在5倍紅 在我平常工作上 我是用Ruby去幫客戶解決問題 那Ruby這個語言本身很有趣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也是推薦大家 就是有空的話可以寫一些Ruby 那一些Ruby應用來說是很不少 好 看起來還有人想嘗試進入這樣 那我們先等一下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這款叫Online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是遊戲的畫面 然後 這個東西是 我把它恢復之後的遊戲畫面 那左上角那個DebugMessage 其實是因為我開了DebugMall 那 現在就是 如果大家 打開我們架的Server的話 也的確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那 這個遊戲其實 後來發現就是 呃 它的客群 其實不是男生 對 就網上有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據說 這遊戲從一開始 早期設計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女生角色的 就是 左邊是你的卡牌 你設計到的角色 然後 右邊是你的主角 所以 這遊戲其實很明顯 它應該算是個女性向的遊戲啦 所以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遊戲 恢復的時候 很有趣的是 剛好PoTown有在統計就是 PoTown這個社群的網站上面 的男女比率 然後就發現有78%女生 所以 這款遊戲在PoTown上 就是 恢復之後大家狂喘 其實很大 我猜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款是一個對女生來說 是很喜歡的遊戲 那我覺得這也是在整個 業界裡面 就是主流裡面 就是for男生遊戲很多 狀況下 少數是給女生玩的遊戲 這也是它很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就是 它的遊戲設計來說 就是 我覺得男生也是還蠻容易玩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從高中 開始玩到大學 然後 但是因為 我這個人就是平常 會沒事就跑去寫程式 所以 這遊戲打了一場一個半小時 我最後就拿去寫程式了 所以 所以我其實很少玩這個遊戲 所以 它後腹之後我就發現 就是那個 右邊那個角色啊 就是大家看起來都超強的 然後 我就一個人看起來像新手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 我根本不會玩這款遊戲 對 OK 好 對 當然這不影響 身為一個工程師研究一款遊戲 OK 那這款遊戲很特別 那我會看到它是因為 它開源嘛 那開源之後我一定要看它 它SERVER怎麼寫 那就是不意外 就是只要來自日本 通常都會是Ruby 那 其實Ruby這個東西 所以 在日本很多手遊來說 第一個 他們手遊SERVER都是Ruby寫 那他們可能會選擇 用Ruby on Rails 因為商業上考量 Ruby on Rails開發 這些類型的東西是很方便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手遊好像很複雜好了 但其實 跟這款遊戲比來說 我覺得反而 手遊還比較好做一點 為什麼 因為手遊其實就是個API Server 所以你剩下問題 只要解決你的Client端 怎麼接API Server 你就可以開發一款手遊了 所以 我在前陣子就是嘗試做一些 手遊列前的嘗試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手遊真的是一款低成本 然後 又很容易賺到玩家錢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現在手遊會非常熱門 因為 日式卡牌手機手遊 真的就是成本很低 然後又很容易賺錢 那 再來就是 這款遊戲它第一個它用Ruby 但它不是用Ruby on Rails 它真的是只用Ruby把它寫出來 那 這點就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是 就是 當初設計的工程師 在沒有任何框架輔助狀況下 直接去開發這款遊戲 那再來就是它用的是ActionScript 3 那ActionScript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已經死掉的東西 對 然後 就是自從 那個賈伯斯想要把它弄死之後 大家都想要把它弄死 OK OK 好 那 這東西 它特別的地方在這 就是 這個 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款遊戲 它不是用 我們平常知道的那個什麼 Flash的那個 IDE 就是那種有GY界面的 這款遊戲的工程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我確定為什麼它會吃藥那麼小 因為我以前寫ActionScript的時候 我還是會用那個 IDE 用它的編輯去寫Flash 可是工程師 它竟然是完全不靠任何 IDE做的 OK 好 所以 它是直接寫ActionScript 它沒有用任何編輯器去寫這款遊戲 OK 所以 當然當然就是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其實 像昨天我那個遊戲業朋友 他傳一個東西 就是 有人用Rust寫的Flash模擬器 然後可以把它跑起來 就是 其實有一些工程師很閒 就是他們其實不會用ID 但ActionScript本身還是可以做一個語言活著 就是其實Flash死掉之後 後面還是有 就是各種 就是Flash的恢復東西 那其實它重心是放在ActionScript 好 那接下來 就是 這東西裝Obsource 我就把東西打開來 那打開之後我想 一開始因為大部分人做Flash 一定會想到就是用IDE 那IDE有兩個 一個是大家熟知的就是Flash 那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東西叫Flash Builder 那個東西其實它是Exit的修改版 那它就是專門佛寫ActionScript用 那我想說 既然這專案看起來 好像沒有任何Flash的那些就是Project File 那應該就是用普通的Edit就可以打開吧 然後 我就跑去Adobe官網 找那個Flash下載點 然後我就發現 我的名字是它在Substream會員 可是它把所有Flash相關的都下架了 所以你現在還找不到任何 可以把Flash打開的東西啊 那 這樣怎麼辦呢 那我想說 還好就是它官網上還有留下載點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就下載了Flash Builder 然後它就告訴我 你的JVM版本不符 我說 那怎麼回事 就是 我在Java跑號號啦 那怎麼會不符 因為它這個東西 要用Java 1.6 然後我就開始找網路上一些切 JVM版本的方法 然後我切了半天 它永遠是顯示這個畫面 OK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Flash的Compiner 應該是Java寫的 所以你只要有Java 照理說 你可以Compiner出Flash OK 所以最快樂的事情就是 現在 你在外面 找不到任何一個會動的Flash ID 所以 我們從一開始 第一關就是直接卡關 OK 還好就是 那個時候 我們想說 這打不開 然後接下來 那個時候我其實有Flypn 播了一個文章說 我快速的瑞讀一下這個Source Code 那 其實 我把ActionCompiner跳過很多 除了 打不開是一個原因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是 官方 包括什麼 他忘記把整個 Client端的Source Code 放上來了 所以其實 當時大家很開 就嚇了下來 我就聽到有人說 欸我最近兩天要把它恢復 然後我想 然後我看完之後想說 這不可能恢復啊 因為它根本就掃檔案 它直接掃全部 掃最重要的檔案 因為它檔案多重要呢 就是 它的Project結構是 有什麼Lib啊 或什麼什麼 然後中間它掃的是SRT 這個是要假 那SRT是主層次啊 好 所以就是 你現在是 就算你可以跑出Flash 好了 你也沒辦法恢復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 大家在試嘛 然後有一天就很高興說 欸我Compine出Swap 我說你確定那東西會動嗎 真的不會動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主層次 所以東西完全不會動 OK好 那太好了 就是後來就是 官方就是提供那個 就是SRT 這個叫假 所以這個叫MSML這個東西 那他們是用一個Flash框架 那這個框架其實在以前 有一些企業的軟體上 他們用這個東西 去Build了一些GUI OK 那用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就可以Build出Online 所以 其實它之所以可以 完全不用IDE的關係 是因為 它其實從一開始 它就不是走 我們平常知道那種Flash編輯器 就是 怎麼可以在上面拉動畫 那種東西去開發這款遊戲的 就是它的看一段完完全全就是 直接走一些 就是 以我們工程師認識的方法 就是直接寫Source code 然後直接用Compiner 然後把它Compiner出來 那MSML這個Compiner 它基本上 就是一個Java寫Compiner 然後它可以幫你Compiner 就是可以在那個Flash的VN上 跑的程式 OK 所以後來大概隔了 對 就是 那個就是前面有人講說 我想要兩天開起來 那官方在第三天 才把這個SRT放回來 所以就是 它一開始定的目標 就直接不達成 那 OK 那我抓回來之後 我就跑這個東西 然後跑這個東西其實 嗯 因為我覺得那些事情就是 可以胡亂講 因為我發現 就是那個東西還蠻容易的 因為就是官方跑完之後 就發現立馬開始 所以它開始跟你說 少什麼檔案 少什麼檔案 然後我覺得這專案裡面 非常瘋狂的地方就是 它有 裡面它有一個東西 它叫 它一開始會跟人講說 你少一個叫 它叫 那個 AS3 那個 就是它一個跟 例如說 SH1 SHA1 之類這些 就是加密的韓式庫 那這中間還算很容易 就是你在網上可以 Google到 或者找一個檔案 我就把它放進去 好這就沒事 然後接下來它就跟你說 它少一個叫做 方Loader檔案 那想說 奇怪 為什麼這官方上傳東西 老是缺檔案 那這時候大家就開始找那個檔嗎 那我後來就是開始去看 因為我一開始有先 先 review 過那個專案 然後 server 端的專案 然後server 端的專案 你會發現在 server 端裡面 有一個叫 Square 的資料夾 然後Square 的資料夾 裡面有一個叫做 quare from loader 所以它用Ruby去生成的 Action script的檔案 OK 好 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大家知道 compile library 的時候 會需要壓縮 那 做遊戲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些 傳統的時候 遊戲業它可能真的是 那遊戲的對話框 它真是一張圖一張圖做的 那它解決這個問題 它要怎麼樣 它要內前置體檔 是可以內前置體檔 可是 如果我們是用Flash的IDE的話 IDE可以幫你去 pick出就是 你現在這個Flash 檔裡面所有用到的字 可是 這款遊戲 它現在沒有用IDE 那怎麼辦 所以它寫了一個 Ruby script 從DB裡面把所有對話 還有它所有角色 什麼卡牌 什麼 所有中文字 或是日文字 撈出來 然後把它編成一個 unicode表 然後告訴Flash說 你compile的時候 只要把這些unicode 放進去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你會吹風囉 因為你必須先把你的DB建起來 然後DB建起來之後 從這些DB裡面 依照你當下這個語言的版本 然後去pick出所有的unicode 然後把它放進去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會動的東西 但沒有那麼高興 然後風囉對解決之後 他接下來就告訴你說 他少了一個叫做 concent.as檔案 然後他就說 怎麼又少東西了 那這東西我覺得 就是工程師習慣問題 但anyway就是 這東西 實際上來說 以遊戲來說也是合理的 為什麼 例如說像我們平常玩手遊 它其實通常會在裡面 放一個SQL line檔案 那裡面放什麼 其實就是對話腳本 為什麼 因為這種東西我不需要 花時間打API去問Server 所以我Server通常只回你ID 那你其實是在Local裡面去問 這個對話腳本什麼 所以他基本上也做了類似的事情 就是他要把所有DB上 ServerDB上的一些 就是例如說一些 角色的對話指教或什麼東西 先把它抓下來 好 為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Rubia檔案 然後開始去DumpDB 然後把DB該Dump的東西 Dump出來變成一個 叫做concent.as檔案 然後再把它放到那個 Concent.as檔案 OK 好 那這些都 跑完之後你就很高興 就是我就可以concent.as檔案出來 所以很棒的就是 這款遊戲其實你不需要任何ID 你只需要有這個叫Flex SDK的東西 然後這東西網路上還找到 OK 那大部分壞掉的原因 都是因為你少了檔案 OK 好 所以其實你要恢復整個 遊戲的Server端跟開來端這件事情 真的還蠻容易的 就是你只要可以通靈出那個檔案 為什麼會少掉 那你就可以恢復 所以 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 我在恢復的時候 我就看完所有Scribble 我就想說這肯定有東西要跑 所以我跑跑跑跑 跑完之後其他檔案就恢復了 那 這遊戲基本上就整個跑起來了 可是呢 因為它這個檔案就是 大家前面都知道嗎 就是檔案少方法 它少的方法真的太機車了 所以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當天晚上 我就已經修 就把它con派出來 可是我想說這con派真的超麻煩的 所以我做一件事情 用Dock 用Dock 打爆球 OK 就是 有任何問題嗎 就是用Dock 因為其實我覺得Dock 就是算是一種 就是 我們這種 網路application的這些東西 也算是一種 最容易讓其他工程是安裝起來的solution 所以 我就選擇用Dock OK 第一件事情就是設定環境真的有夠花時間了 為什麼 然後下載Java環境 然後下載它的Flash SDK 然後開始把那些檔案每一個都放好 然後放好之後跑到它的Squip 然後Squip都跑好之後我才可以開始con派 然後再來就是 它每次con派的時候呢 絕對會把你的Source code弄髒 為什麼 它裡面 它釋出了土檔素材好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檔案大部分都是swap檔 然後你想說 為什麼明明是土檔 為什麼會是swap檔 那這件事情對於美術來說的確合理 為什麼 它遊戲裡面有一些casting 它是動畫 它用Flash去讀swap檔 是超級容易的事情 那美術用Flash的ID去編輯這些動畫 也是超級容易的事情 所以它都放swap檔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 那這點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它swap檔就算 可是呢 當你要con派它的時候 它就跟你看一個IE 就說我少什麼檔案 然後想說奇怪 它檔案給600裡面的土檔 為什麼還是少這麼多檔案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遊戲 它當初 基本上應該是台灣最熱門 然後接下來是韓國 然後中國在日本 然後它連法文版跟泰文版都有出歐 這東西是超級恐怖 就是它至少有無中語言上版本 那這時候它怎麼解決多語言問題 因為它其實 中文版它就是繁體中文簡體中文 那它出繁體中文 它只要con派繁體中文的東西就好 它不需要con派 不是繁體中文的東西 所以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又寫了一個Ruby Scribble 好 對 它寫了一個Ruby Scribble 它做什麼 它叫Switch Locale 就是 你要跟它說我現在要切什麼語言 所以它所有說法檔 它裡面會寫說底線ZH 底線SC 所以你看到Switch Locale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把底線什麼什麼東西 改成沒有底線 然後你con派的時候才夠 好 所以你現在要把所有檔案都con派 可是你就想一件事情 我現在用Git 我看到可空下來之後 它一改完檔名之後 我Git全部都說 你現在已經進入一個髒髒的狀態了 所以為什麼要做Duck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 你其實所有事情都用Duck做的時候 你就不會汙染你原本的環境 那 唯一的圈就是con派開一段有點慢 因為 我的Duck的做法是 我把你的圖檔 複製到Duck裡面改完之後 con派出一個乾淨的檔案出來 所以你中間會需要一段 就是複製它大量檔案的動作 OK 然後 這東西我現在開了一個叫做 OpenOnline的組織 因為這件事情就很有趣 那 這算是應該算是八卦吧 就是 我就跟同志講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講完 因為我是昨天早上 昨天晚上我做簡報之後 還很發現 就是早上有人傳訊息跟我講說 你今天會多30分鐘 然後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講完這麼久 好 那 還說要講一些八卦 那像這款遊戲就是 釋出OpenSource的這間公司 就是有這款遊戲版權的公司 竟然是 玩家去調查之後 發現是一間會計公司 然後 這間會計公司 就是跟原本那間倒掉的公司 竟然是原本幫那間倒掉公司 密切合作的會計公司 所以我們在懷疑就是 會不會就是原公司這樣子 然後 它放出來的檔案就是 我們現在很懷疑 因為它已經倒掉兩年 然後它又放OpenSource 那它之後這款遊戲的主程式 到底會不會有Maintain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知道 會不會有Maintain 所以我直接就是 我用Source Module的方式 把它原本Source Code放進來 然後 我在裡面放了一些 就是叫做Rework資料夾 那這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 它壞掉的地方 我幫它修好 然後我放了我的Rework資料夾 我做Duck的時候 我把它加進去 把它蓋掉 然後讓它變成正常 OK 然後再來就是Patch Patch其實是我第一版 就是在我個人帳號上 report上做的 就是它裡面有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例如說 它以前開Server的時候 它要知道現在這台Server的IP是多少 它就DubbGate 然後去打一個日本網站 然後那日本網站回覆你的IP 然後 OK OK 所以我用Duck是不需要嗎 我全部改成0.0.0 就Listen Anything就好了 所以我裡面Patch 做一堆這種事情 然後它有一些各種 有裡面Patch 然後都放在Patch資料夾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提供了一個叫做Customer的資料夾 那這個東西叫做歡樂魔改模式 就是 如果你覺得就是你有些東西 是你自己的師傅上要有的 然後其他師傅不想公開好了 那你可以把你自己修改的東西 放在這個Customer資料夾裡面去 Customer自己的東西 OK 那 基本上這個架構就這樣 然後這裡面就是我去用一些比較複雜的 應該說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然後像例如說像那個Duck 我們用Duck Compost把它跑起來 可是現在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這個Server 我現在就是接下來要scale 就是例如說我的任務Server好了 就是玩家太多把它塞爆 那我現在要開多一個 那我後手上還有這個resource 我想把它開成兩個trade 然後去分攤那個東西 因為基本上它跑起來還是一個single thread 就是一個single process的東西 那我現在要多開一個 那我要怎麼辦呢 我不能去改Duck file 因為改完Duck file之後 我的Git就漲了 然後我不可能就 大家不可能把它commit回來這裡 所以我上面其實是 疊了三個Duck file 一個叫做那個Duck file Duck compost.yaml 這檔案負責寫default的所有Server的配置 然後再一個Duck compost.eternal 這東西寫的是db 所以我可以允許你在啟動Server的時候 選擇把我裡面內建 用Duck跑的db關掉 然後去連你自己要的db OK 那裡面有一個叫Server.emv檔案 你知道在裡面改掉 那我跑起來的時候 就會幫你取消 跑這些Duck 不要多餘的db的東西 然後 再第三個是 你在第一次跑的時候 他會幫你生意出一個叫做 Duck compost.yaml cosmise的yaml 那這個檔案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需要學家Server的話 你只要在上面寫就好 所以這裡面 就是做了很多 就是算是比較技巧性的調整 然後讓大家很容易的去跑起來 所以裡面你一開始引擎手的話 這個專案你應該只需要去找到 它缺少自體檔 那它用自體檔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在一些公開的一些自體檔 所以不太難找 那除了一個自體檔 就是它有一個英文自體檔 然後 他們自己改了那個自體檔 所以你要找到原本的自體檔 然後自己把它掃製補上去 那這東西其實你在網上可以找到 很多以前人家 把它online裡面 就是一些自體檔抽出來的檔案 那你只要拿那些檔案 稍微修一下就可以了 OK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讓這整個Server跑起來之後 我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 我會在空派環境上 我就是用dark讓你always reset 所以你不會影響到原本的git repo 然後 接下來我做patch跟rework 兩個東西 讓這個Server在大家 太需要自己手動設定的狀況下 就讓它work起來 那再來就是 我可以允許你cosmine它的Server跟client 因為cosmine這套夾裡面 你可以選擇要override到Server上 還是override到client上 然後 最後就是我讓 整個dark compost這些 dark compost file 是可以讓大家自由調整 然後這個東西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你也不需要comine回來 你就需要在你自己的Server上調整它就好 好 就是前面弄這麼多 那這樣就是我後面不弄的 但就是 我Server跑起來嘛 就是Server跑起來了 看來跑起來了 我就很高興 然後就登錄失敗了 好 然後說 這怎麼有一次 就是 我 明明就跑起來了 然後那東西就好了 那到底為什麼登錄失敗呢 那前面剛剛我有提到 他說他掃一個library 叫做 AS3Crypto 那這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這東西就是 他用來做一些加密運算 所以他在登錄的時候 還用到這個library 可是 他這個library出現的問題 就是 一大概到上禮拜 他官方 因為我一直 我就開個issue說 我沒辦法正常登錄 然後到上禮拜 官方就貼了一個連結 就說 你只要用這個檔案就正常 然後我套上去就正常了 那對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library可以在不同版本上 不會正常 好 那 那 總之 這東西他背後 他用一個東西叫做 Secure Remote Password 然後他重點就是 這個東西 他算出來也是 就是Server跟看來不一致了 然後 看到這個東西你就覺得 哇 這張東西看起來就超厲害 那簡單講一下他原理 他原理就是 Server跟看來都會有 自己不同的計算方式 然後他們會互相交換 一個叫public key的東西 然後交換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算出 兩邊可以算出一樣 叫做station key的東西 然後 他們用station key 再做一次hash之後 再把它互相交換 那通常是可以傳給Server 然後Server就驗證說 原來你這station key hash完的東西算出來 是跟我station keyhash的結果是一樣 那我可以確定說 你確實有這個密碼 那他的好 他特色就是 看一段是把 就是透過加了slot 然後跟 那個帳號密碼 然後就是 加密完之後的結果 傳給Server 所以Server從一開始 就補充你的密碼 那這件事情聽起來 就超棒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 因為這東西超難搞 因為我大概 大部分時間都花在 研究他到底怎麼動 OK 好所以我就找找嘛 然後我在做檢報的時候 我就去看維基百科 然後就發現 呃 opensso 好這樣其實就是opensso 所以 你要secure remote password 這個東西 他就是opensso OK 好 所以我就 我就開始想 想說 那到底為什麼 就是他不會動啊 OK 他的那個檔案裡面 他就貼了一個論文 然後那個論文 是在那個 史丹佛大學上的一個 就是論文的動機 然後論文上就寫就是 他就寫了一段 就是他運作方式 就是他流程 就是 User往Server送 然後Server再往User送 然後他們互相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中間你會看到 他有個S嘛 大S 那東西你會發現就是 他結論就是說 那兩個大S 最後Server跟Kai 是算出來一樣 但是他們用的是不同公式 所以 他比較不會有安全性問題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 是那個opensso的 運作方式去理解就好 OK 好 所以簡單來說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 我的Kai 要生出一個public key 那個就是那個大A 就是public key 然後他自己 他自己Local會產生一個水基數 當public key 當public key 他就是base這個public key 生成public key 這沒什麼問題 然後第二步就是 我的Server段 一樣 就是他收到 那個Kai 給了public key之後 他也算出一個public key 然後也算出一個public key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呢 發給Kai 那接下來 因為我的sort要保存 所以通常是由Server 負責保留這個sort 因為他有一個叫做verifier 那verifier這個東西呢 它的功能就是說 我的帳號密碼加sort 算出來會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理論算來說 我只要把sort給看一段 他有正確帳號密碼的狀況下 他就可以算出verifier 所以 所以 Server就會把 那個小s就是sort 跟b就是 server的public key 也丟給Kai 然後接下來就做一堆運算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樣結果 然後 這個時候就是 因為他是flash 所以我們後面計畫 是要把它轉ActionFly 那我後來就 我後來就想說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等一下後面會講 就是我會用golan 嘗試用golan去使作 這東西 那anyway就是 我在嘗試使作這個時候 我想說 嗯 這樣子嘛 OK 然後接下來我想說 那既然這樣我用golan去使作 一起看一段東西 好 那我就去找golan library 然後想說 哇太棒了 one password有使作耶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one password有一個稱成public key的方法 就想說 OK嘛 這超簡單 就是只要把public key生出來 接下來前面的步驟就合理了 然後再看一下 發現 好 我現在要在golan裡面去new一個 那個srp的Client 為什麼 就是 他有一個叫s的東西 好那s的東西呢 他到底是什麼 OK 我們再往回一看 就是 會回傳到s的 是這個叫做 kdfr fc5050 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再往下看一件事情發現 等一下 我要 深層開的時候 我要先有sort 可是server還沒發sort給我 然後 等下你們這些library是怎麼回事 然後 然後 然後想說 好嘛 這樣golan不行 那反正我要做web-srp 那 我用js library是總型的吧 然後就發現 太棒了 Mozita有做nodesrp 太棒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東西 就是newclient的時候 我發現 你為什麼又放sort在裡面啦 然後想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想說 等一下 可是剛剛前面看到一個東西 叫做rfc5054 我想說rfc5054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google一下 發現 等一下 rfc5054跟那個前面論文寫不一樣 他是 看一段先去跟srp say hello一下 然後srp再把全部東西一口氣 塗回去給他 然後 所以為什麼他們實作全部都是有sort 因為 一開始 就是在rfc裡面的定義 client端一開始不會發public key 是server給他相關的東西 比如說sort跟server的public key之後 client端才把他的public key給server 可是其實從 就是論文上跟實際上實作上來說 server client端要算出public key這件事情 完全不需要server回傳那些任何所有東西 所以 他們這些 前面這些開來端 為什麼要sort 因為他是照rfc標準實作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就是 你到底要吐槽 就是當初設計這個遊戲登入server的人 就是 不符合規定嗎 好像也不行 因為 他這個東西2007年其實 以遊戲的開發時間來說 其實 遊戲開發時間 確實應該是在rfc出來之後 或是剛好差不多時間點 所以你就很難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中間server回傳就是public key 另外有趣的是 原本這個n跟g 是由client端跟server都寫實的 然後這邊會有server回傳 那這件事情我猜大家在設定 就是web server的SSL key的時候 應該會發現 為什麼n跟g n跟g是他用來計算的基準 然後他中間可能會拿來做一些 就是做取離數或什麼之類 那這東西為什麼會由server發 因為我們在簽SSL憑證的時候 是不是會說 例如說我要簽 那個2048b或4096b 之類的東西 那n跟g會直接影響到這個b的數 所以這個東西由server回去告訴client 就是我現在有多少 是合理的 所以 但這個東西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例如說 我現在把我的憑證或什麼換掉 接下來就會直接不能登入 因為他假如數值不一樣 他算出來結果就百分之百不一樣 那我現在的狀況是 我即使檢查了server跟開端的公式 算出來 對公式他們套用公式都是一樣的 但我還是算不出一樣值 所以我現在非常嚴重懷疑 應該是server實作有問題 就是這款遊戲的server實作有問題 所以 我今天就是想demo 就是 用webasaki 去登入這款遊戲server 但是 因為剛剛那個問題 所以我就翻桌 然後我就不做了 好 然後 這東西就是 因為恢復了 然後 這東西其實是 我把client1 combine出來的第二天 就是 因為這個狀況就是 我那時候也是啊 就是找了一個 A3 Crypto的Library 丟進去裡面 跑不起來 我檢查半天server 然後 我翻桌之後 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把所有登入現證註解掉 然後 就留下回存正確結果的方法 然後 接下來 所以玩家就可以登入了 OK 然後 我們就有很多玩家 就開始問說 欸 為什麼我的那個角色啊 就是 剛剛前面沒看到那個 右手邊有個角色嗎 那個角色其實是可以換裝的 它是有skin的 然後 就有玩家問說 欸我怎麼沒有skin 就說我怎麼自己升等 抱歉那時候 我從來就沒有檢查過密碼啊 OK 而且我明明都已經寫在那個 就是 我發出來的訊息的最頂端 然後還是有沒有看 然後 偶爾就還是有人問我說 欸為什麼我的帳號 會被別人登入 抱歉那時候 我就沒有檢查密碼嘛 OK 就這樣 好 那接下來 跑起來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有人問說 你的 server會卡 OK 那我一開始想說 不會有這麼多玩家嘛 所以我就去DO 就租了五塊錢的server 然後就丟上去了 OK 還不錯欸 竟然可以跑到大概 五六十人 就是在線上玩 然後 但那個時候真的太卡 然後 接下來我想說 不行啦 我知道在晚上的時候 就是在升級 然後升級到那個 DO四五塊美金的server 然後就是 兩個CPU 然後4G RAM 然後竟然可以跑到三百多人 然後 這好像還蠻厲害的 OK 其實它server算是Ruby寫 但是 不要小看Ruby 就是Ruby在這個case之下 其實也沒有到很差啦 OK 但是重點是 還是會卡 那這個時候我就發文 就說 現在到三百人這麼卡 大家真的還在玩嗎 那 那時候我朋友播卡 他就密我啊 他就說 我家剛好一台多的伺服器 雖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家裡會多的伺服器啦 對 就是正常的家裡 不會有多的伺服器跟機會喔 好 對 但你就是剛好會有一個朋友 剛好家裡就會多 所以 所以 他就會 所以 所以我們最後 我們現在在跑這台server呢 有24個call 24G 然後上面 一個 兩個sad 做RAID 1 然後上面有 9萬8千 IoPS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 三百一百M的光線 然後 是我沒有播卡贊助的 對 然後 看到這個server的規格 我想說 這下絕對不會卡吧 然後 竟然跑到五百元就卡了 然後 然後我們就想說 What the fuck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只有五百元就卡了 然後 很明顯的就是 其實我們記憶體沒用滿 然後硬碟沒用滿 CPU沒用滿 全部都沒用滿 可是他就是卡 好 先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 當時大家在玩的時候 我的那個 Console啊 右手邊這樣 然後我根本沒辦法debug 他就是狂噴 OK 那我們就度過這樣 歡樂的東西 然後 這時候我就開始想一些方法 然後我想說 大家可好像可以下Grip吧 然後我就下看看Grip 然後 下看看Grip就發現 咦 0.2 0.5 我們以前 我們做Web Server 就想說 0.2 0.5 在這server的方法還不錯 但這個是Sequel執行 兩百Mes 加上Server來回好了 可能頂多再多一百Mes 三百Mes裡面回傳 以一般Web Service來說 還勉強打幾個線 想說 這玩家怎麼可能會卡呢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總之 Anyway 就是這個0.2s 在剛剛那個 波卡Server上那一台SSD 0.2s 這個是比正常情況慢一百倍的狀態 好 所以 其實在遊戲裡面 如果你的那個 一個Sequel 要跑到0.2秒 OK 就是 0.2秒這件事情 在遊戲裡面 會讓玩家覺得卡 OK 好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就看看 然後想說 這東西會卡 是不是忘記上index 因為它這個index 它這名很明顯嘛 就只查一個東西 有index應該不會這麼慢 然後再打開這樣 然後它真的 它真的沒上index啊 OK 好 所以呢 再就是 沒上index就算了 如果它不常查詢就算了 所以我看一下log 那個遊戲都在裡面 大部分都是它 然後 玩家會卡的原因很明顯 就絕對是它 好 所以 我們要下一下一個Sequel 就是加index 就沒遲就加index 就把它加上去 瞬間快百倍 喔 然後接下來玩家就沒有再跟我說過卡 對 所以 大概一百倍快 然後玩家就沒有再說卡 對 所以後來就有人 就問我說 當初那間遊戲公司會倒掉 會不會是因為忘記上這條Sequel 然後 然後說 我不知道啊 這裡說這東西 它當初全盛時期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就是Active最高好了 也載到一千人 它在全盛時期 有五種原狀況下 絕對不可能是 因為這個關係吧 雖然說 當初玩家說有點卡 但是也不應該是這個原因啊 OK 我們那時候就是 剛上的時候 就是那個週末 就是換完博卡伺服器 上去的時候 你光GA就看到 這上面是跑五百多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千多人上線 因為 有些玩家玩到 Station Time 就是 GA都覺得說 這個人已經沒在線上 對 但是就是 全盛時期的時候 就是最巔峰的時候 就是因為那時候很多老玩家 全部回來就圍觀 或幹嘛 反正就是上去玩一下就對了 OK 所以 加完那條C火的時候 就算一千人上線 也沒有人跟我說Lag 當然還有一些小地方會覺得Lag 但是 Anyway 就是基本上 它就是 一千多人都會Lag 所以 就很明顯就是 如果下次發現 你如果說做遊戲 或是做Web Service 如果覺得卡卡的話 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上index啊 OK 那這真的是 就是 剛開始 例如說你可能是9年或什麼 真的不會注意到 有沒有index這件事情 因為對人來說 這只要資料可以存進去就好 OK 那後來就是 我們在找到這條之前 我們做了很多 測試 因為 我們找不到原因 因為很明顯就是 前面前期 剛開始遊戲 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看到記憶體長很快 所以你剛開始覺得說 是不是記憶體不夠 因為跑去swap 那我們就加記憶體 加記憶體之後發現 跑跑跑 就發現硬碟 就是沒有很累 可是CPU跑很高 然後想說 CPU跑很高 那應該 是不是因為CPU的東西 那我們那時候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那顆Server上 是有兩個CPU的 那那個時候就剛好 我們就想到說 什麼 之前我忘記是哪一個 國外的 就是用Dark 這些container 很heavy的一些公司 他說 就是 如果你的CPU 就是你處理的東西 分散在兩個不同CPU上面 因為CPU跟CPU中間有接角 那就是CPU跟氣體有接角 那這些東西會影響速度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去調整Dark的CPU Set 然後強制所有DB都放在同一個CPU上 OK 所以我們做一件 就是 每次不會動到的東西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也調一下那個 就是Swap的規則 所以說Swap規則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 因為我自己平常用SentOS 那SentOS的Default只是 30 就是 有38機率會丟到Swap 然後 SentOS 因為我們現在後者是SentOS 那SentOS上面 它Default是60 所以 就是它每一次它就往SentOS放 所以 我們把它調5 那調5之後就是 這其實你在那些什麼DigiOcean 它這些線上教學 在加Swap的時候 它都有教學跟你講說 就是調到5什麼 那 如果你在那個DigiOcean 那些Server上 遇到突然當掉的時候 肯定是你沒有 你忘記加Swap 就是 你的Server out of memory 然後就當掉了 對 那這之前在用BPS上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有發現一些表很慢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慢 因為 就是 它明明就只是會有一個User 然後再加個State 然後它就超級慢了 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叫Footable Index 那 這東西就是簡單來說 就把所有欄位都加Index 然後它SentOS的時候 它就從記憶拉了 那我們就做了這些場子 然後再研究說 到底為什麼慢 然後最後結果就是 因為它有一張表 忘記加Index 然後讓全部人都很慢 那這張表之所以慢的原因 很簡單 因為玩家 這是一款卡牌遊戲 玩家是有操作過的卡牌 然後他每天 他一直在查玩家卡牌 有沒有這張卡 然後接下來 大家就可以猜到 就是因為它是最頻繁的操作 所以它這樣整個東西卡 那我們之後 可能還會想一下 然後做一些其他嘗試 因為那個 波卡家裡閒置機器有點多 就是可以讓我再看 我們可能會把DB再拉出來 因為現在DB 是跟我們的Server Share IO的 那再就是 Dark它內部的交換 就是我們原本以為說 切身什麼Bridge之類的話 Dark它的 Performance就會比較好 因為它可能會用到物理網卡 因為既然Server上 通常有插物理網卡的話 就可以用到物理網卡去交換資料 結果 Dark這樣跟你講說 你就算用Bridge Mode 我還是用CPU幫你上風包交換 那最後我們就發現 就是Intel有寫個叫SRIOV 就是 可以去Enable 某些物理的方式去交換風包這樣 那再來就是 加Partition 那 為什麼要加Partition 等一下會稍微提一下 那因為就是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嘗試Turn的東西 但只是因為現在玩家沒有那麼多 所以也沒有那麼急 對 那我們自己是估計就是 線上玩家應該到3000多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最主要卡的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 它少加一條Index 對 OK 那現在我們Server的現況大概是這樣 就是DAU大概是500 就是每天基本上應該會有500個玩家 在線上玩 然後它就有一個峰值 就是可能到凌晨的時候 可能剩下一兩百個 然後到傍晚跟下午的時候 會開始往500漲 然後漲到500之後大概就停下來 那當然就是剛剛那個1000跟500 其實只是一個禮拜差別 對 因為我們總共只過兩個禮拜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要加Partition 因為那個如果漲的數字 真的是瘋狂快 就是 兩個禮拜 我們有2000萬筆資料 在某一個表上面 所以 所以為什麼要考慮加Partition 因為 我們不確定這件事情可不可以改善 但是因為 現在所有出現就是 會slow 就是0.1秒 0.2秒的情況下 都是在這兩張表上 然後 剛剛那個少加Index表 就是這裡的其中一張 對 就是那個1000萬筆的 所以那個玩家為什麼會卡 他每天在做 他就每天用CPU去 那個SD裡面讀資料出來 然後少1000萬筆 然後找出玩家的卡片 那絕對會慢 沒有加Index一定會慢 好 然後目前的情況的話大概就是 我是主要負責開發 然後我朋友波卡 就負責 ARP的部分 就是機器的部分 然後我還有一個以前的同學 因為他也是玩家 所以他幫我們去 回復玩家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很不想回復玩家 然後他問我說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會卡 為什麼我的帳號被人家倒了 對 OK 好 所以我們再討論另外一個東西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就是 你在台灣其實還蠻少 有機會遇到一個 就是每天都會有幾百人 然後在你上面的玩家 你就收到東西 就是我們可能大部分 都不在大公司 或是在一些比較小型商公司 剛開始初期什麼之類都不會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東西跟Web不一樣 Web它是 每秒request數量是多少 可是這遊戲是 就是Active就是有這麼多connection在上面 要一直不亂動 尤其是 那個玩家真是極其瘋狂 對 那anyway就是 怎麼host了一些遊戲 那我們中間就是為了 確實的就是 控制這款遊戲 所以我們還搞一些東西 例如說 我們直接幫這一款 就是已經死掉了兩年 這兩年沒人的maintain code 然後我們幫他加上 cloudwatch 對 所以我們可以監控現在的 不然我們基本都是 其實進去server 然後我們就幫他做一些 神奇的page 那最剛剛說的就是customer的部分 就是 我們幫他hack出 cloudwatch的功能 我可以監控線上人數 ok 那 這東西就是customer 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東西怎麼customer ok 就是 在你的專案下面有customer是要講嗎 那東西爽放什麼都可以 ok 好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要加cloudwatch 所以我要加awcdk 所以我就 把我自己的gm file 放進去裡面 反正跟他原本gm file一樣 就好 然後再加上我的東西 所以sdk加進去嘛 超簡單 就加進去 加gm file ok 所以 你在我的版本裡面 你可以任意的擴充你要的gm ok 那 接下來 這就是上一個小技巧 這是我研究一下 因為 dk裡面其實不允許你放optional檔案 你要怎麼放optional檔案呢 前面先放一個一定會有檔案 那就是我rework的檔案 然後後面 在第二步的時候呢 再放optional檔案 所以他第一步有複製到的話 他第二步沒複製到 他不會 開開叫 但如果你單獨放的話 他會跟你說 就是他找不到檔案 那這是一個小技巧 所以我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 我先放遊戲原版的gm file 然後再放我修正過的gm file 然後如果你想要customer 還是更多的東西的話 再放你自己的gm file ok 那 加cowwatch怎麼做 那 他每一個server其實很簡單 他的srz目錄下來 例如說他是登錄server的話 就叫做這個authentic的檔案 然後 這檔案裡面呢 ok 那就直接找一個地方 因為他用event machine 所以 我們就直接找一個地方 然後event machine直接插cowwatch 那個pushmerces的方法 好插進去 然後結束 好我們現在cowwatch支援 對 那 就這樣簡單真的 我只有寫這樣 而且還是我第一次寫event machine 就是複製他的call 他call原本就會有那個60秒 就是檢查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複製他60秒檢查的東西 改成上傳cowwatch的mutex 然後我們就做出線上的速度功能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就開始有玩家就問我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以前遊戲有課金商店啊 我可不可以課金 ok 好 但第一個就是我現在根本沒有接這個金流 然後再來就是 你知道 只要有玩家付錢 我就不想對他負責 對 我不想負責 對 反正就是有錢之後就很麻煩 那我們現在 現在還是在做一個就是 技術實驗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測說 這麼多玩家的時候 我要怎麼調db 調server 然後調程式 才會好 就是會順那些 所以我們不講客金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乾脆開放你兌換 那第一件事 那個時候我其實去 那個 flash裡面開找 他發現他的 客金商店有沒有打開 其實是flash裡面的一個開關 所以你在confine的時候 有打開這個option 然後他就會出現客金商店 但我打開之後 我也沒辦法讓玩家付錢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做一個 API 所以我們直接把遊戲 抽出來 就是中間附險的東西 他原本在HotKine端裡面 然後把他抽出來 變成一個Wsq的網頁 那這是牽在我們遊戲的Cybar 好 那當然就是 就是我現在要擴充一個 API Server 在我的遊戲Server裡面 要怎麼做呢 超級簡單 也是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嗯 欸我看一下這什麼 檔案 還是我貼錯 喔沒事 我最下面的兩行 忘記框起來 OK 最下面兩行 你會看到一個 Use Payment Subject 然後下面Wrong這個 那這東西是什麼呢 這是Ruby的Rack 對 所以你只要知道怎麼寫Ruby的Rack 那Rack這東西我覺得是非常推薦大家學習 因為你 就算是用Rack 也是會用到這個東西 然後 我覺得這也算是 裡面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 他把HTTP Request的這個行為 就是做成一個標準的Interface 所以你只要有任何Messor 有Code這個方法 就可以做 所以怎麼增加一個API呢 你先寫一個 API的檔案 然後上面就是直接寫 然後中間就是CodeHDB 然後做一些事情 那因為他本身就有Model 我覺得這就算很神奇 就是明明是個遊戲Server 但裡面卻有Model Controller 那他只差沒有View 對 但就是他的架構 實際上其實也是相當不錯 除了他的Code寫得非常亂之外 那 這Code寫得亂是後面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再聊一下 OK 因為就是我在上面 疊了一個Rack Server 然後就是Cosmate 那接下來我在Bin上面 有個API Server 很簡單就是把它Rack up起來 好接下來我們的 那個客金商店 就是無限制無差別 客金伺服器就開啟了 OK 那我們DB如果長那麼快呢 因為我們開放玩家 隨便亂用客金道具的時候 他們每天都在戳 然後我開GA數據給各位看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 我開完之後 我接下來要跑個Dock 那因為我還是Compat出 我原本的Server 所以我就在我原本那個Docker 範圍裡面就寫了 就是改成API Server 開我的Server 然後這個開起來的東西 就是我的API Server 所以接下來API Server就Work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後來後面就開始發現 就是玩家會遇到各種問題 就是我們要Support玩家 所以我們來稍微聊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算是一個有趣的經驗 就是我們去Run一個遊戲的服務 然後我們要幫玩家解決問題 那剛剛遇到像這種Loading問題的時候 我們後來加了一些東西 OK 一個叫Smartlook 那這東西如果你是做Web 尤其是前端 前端很難Debug的時候 你看來不知道怎麼Debug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服務 這種服務叫做 Station Repair服務 那它做法是什麼呢 你在你的網頁上插入一個Script 然後接下來所有User的操作 它都會幫你錄起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去Repair玩家畫面 那當然就Flash它絕對錄不到 但要Debug右邊那個Loading 還是OK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方式去錄製 就是每一個User 所以它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發給它一個特殊連結 然後去讓它 記錄它的畫面 然後我們去看它畫面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去幫它Debug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 實在是太多玩家回報 而且你看到各種奇怪的回報 所以我們跑去開個Zendex 然後讓他們去回報那個 玩家的問題 OK 所以我們也順便 在這個實驗裡面 我們嘗試 就是用一些 Stable會用的東西 然後看看這個東西是Over-OK 那除了沒有用Slack之外 因為Slack真的還蠻貴的 那Discord是沒有線訊息 所以我們就是 用Discord 然後做CodeWorking 然後我們用AWS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做issue check 有做一些client debug 或是那個玩家support 對 所以我們就是 之後應該就是 應該會整理 就是我們會整理說就是 假設如果你是正常狀況下 Run這些東西 你會花掉多少錢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不正常狀況下 因為像是有人家裡 我們閒置Server之類的 然後 然後就是像Zendex 但是他有一些startup的solution 你可以申請一年的Discord這樣 所以我們這上面就是 能用幾槍就用幾槍 然後盡量把它壓下來 然後說到AWS 這邊 簡報上沒有講 但是我們有測過CloudFunk 就是 原本 在我們台灣的Server 就是我家裡的Server 那個loading條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們用AWS之後呢 選了那個CloudFunk 然後他loading條是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晚上的時候 打開信箱 就發現AWS說 你的FreeTrail已經結束了 我們有一天 就把FreeTrail用完 OK 好 那等一下可以開那個 CloudFunk跟CloudWatch圖給大家看 OK 好 那在下一步我們要討論一個東西 叫做HM5 version 就是 既然Flash要GG了 尤其是 Chrome想把它幹掉 然後明年就要幹掉 那我們就一年時間 去開發一個HM5版本 那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做呢 好 第一個就是Chrome要把它關掉 好 再來就是 這看來就是Flash 你就沒救了 好 那要怎麼救呢 那就是 我們真的不知道這間公司 它到底會不會maintain這個專案 所以 在完全不確定的情況下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 HM5能吃到的TCP Saki 就是哪一種方法 Web Saki 所以我們要把 TCP Saki 變成Web Saki 好 所以你在這款遊戲裡面 還可以學到傳統相機的做法 因為 它傳統相機真的就是用TCP Saki 去handle這些連線 那它要用SRP這件事情 也是為了中間連線加密 因為 它算出saging key之後 server也絕對可以算出一樣 key 那可以算出一樣 key 就表示說什麼 它可以兩邊 在不知道對方 照片的狀況下 把所有操作都是加密 然後再傳輸 OK 好 所以普通的TCP Saki 它也就是我給它 送一個封包 然後發到SERV上 好 那Web Saki是什麼呢 它只是一個長得比較大的封包 而已 OK 它就是外面包成Web Saki的 黑的跟福特 然後告訴你說 這一段就是我這一次 Web Saki送的東西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那個 Online這個設備器 它用Event Machine 好 那它Event Machine去handle condition 所以 基本上它的效能來說 以當時的那個設計 它開始開發那個時間的設計來說 也是OK的 就是Event Machine 所以我們要把 變成Web Saki要做什麼 先把它Event Machine 鑄結掉就好了 OK 好 鑄結之後下面幹嘛呢 剛剛有說Rack Web Saki就是一個Web Service 所以我只要再寫一個 Rack的Server上去就好 然後 這邊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去用其他的Web Saki library 所以我真的是這樣寫 就是 我現在在測試Web Saki版本就這樣寫 就是我去把它Event Machine 先註解掉 要換成一個Rack的Middleware 然後再 丟上Web Saki的Handle 然後因為要RackUp 所以我要加一個.ru 所以 就是把 我的Middleware 加進去 然後 所以它中間只要它收到 Web Saki的Upgrade請求 它就切到 我現在寫這段 然後接下來就處理了 那剩下的東西呢 我就直接去call 就是 我看一下 那個ws 那它的Auth Server 因為它原本是繼承Event Machine Connection 然後我就是把它改成 繼承Web Saki的Connection class 然後接下來它收到資料 因為它原本 Event Machine用什麼 ReceiveData 那因為它原本沒有 所以我Web Saki library 我就在手動call一下 那個ReceiveData 那就是多做一次 然後接下來 我就把 那個Web Saki版本 改好了 對 所以我已經把90% Web Saki改完了 OK 好那 接下來就是 可以有問題啊 就是我在 JS上好了 我要跟Saver溝通 然後 第一個就是我們去看一下 Saver怎麼搜 那個訊息 搜封包 他說他ReceiveData 之後他會做一個Data to Comment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接收東西 他真的有個封包結構 就是他遊戲設計 一個封包結構 OK 那我們就仔細看一下 就 這封包結構 兩拜 好 長度是兩拜 然後類型 就例如說他這樣call 哪個指令也是兩拜 OK 那我們 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 你有你知道 Warscript 用Web Saki送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送出兩拜的搜尋嗎 然後 我想了很久 那太好了 還是可以啦 好 就是 這東西你要怎麼寫啊 就是 重點是什麼 它中間如果你是一個Stream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你要怎麼 傳一個UniCode 對 你要把你的一個 中文字 拆成4個Byte 然後放UniCode出來 然後他不知道 直到幾年 然後我去網上找一些 ZeroScore Library 我發現 這東西超級崩潰了 所以 你在Online裡面 你可以學到就是 如何再用Ruby去學習一個C的Programmer 怎麼思考 對 因為它裡面完全不是用Ruby的方式去思考 這個東西設計 它是用C的Programmer 在設計 這東西 所以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Server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call寫得很亂 是因為它都用C的Scout去寫 可是呢 它裡面所有的設計 例如說DataStraw 或是DB的設計 你會發現你很難挑出毛病 例如說它只有沒有正規的話 它做到就是剛剛好 就是 你不能再多加一個欄位 或少加一個欄位 都會覺得說好像太多餘 但是它東西就是剛剛好 可是 你會發現這是很崩潰 因為它的方式是用C在思考 OK 所以 後來想想想就是 要怎麼解呢 我們用Golden吧 我們用Golden吧 Web3B 還好就是現在Web3B 已經support 那 沒有用Rust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寫不習慣 Rust 然後Golden是我目前寫最習慣 然後就是用C的話 是因為E Squidden 我覺得它很奇怪 就是它的這個Torchain 你每次要重新Combine 然後那一次Combine 就是好幾句 然後你只是為了更新一次LVM版本 然後就好幾句 所以Golden其實是裡面 算起來相對來位的方法 OK 那在Golden裡面就很高興啦 就是 你要產生一個byte byte byte的buffer 然後我把我要的byte 就是寫進去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array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要 complete成Web3B 然後接下來就會動了 OK 那我現在電腦裡面是有 可以動的版本可以demo OK 所以 我們就讓這款遊戲 從Flash 變成H5 已經 進入一個就是 可以實現的狀態 剩下就是把Knight 重新寫出來 那當然就是 這東西也不能高興太早 因為 因為它Serval端的 受扣大了多少行呢 大概有10萬行 Knight端大概有20萬行 所以 所以 這也不是說 我現在這邊嘴巴說 我兩天就可以完成了 這不太可能 OK 我只是把那個 最不好解決的東西解決了 那當然下面 前面還有檔子前面說 那個 Security Remote 因為它的實作是論文 不是RFD實作 不是RFD實作 所以很明顯你市面上 所有的Library都不會動 然後市面說的Library 不會動就算了 因為 它最大問題就是 你明明公式跟它寫的 論文上面寫的一樣 它還是算不算跟它 社會一樣的結果 OK 那只有它給的那個神秘的Library檔 而且那個Library檔還是Binary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原來是怎麼會死 OK 那你現在就是 只能把那個東西解決 那這個東西解決之後 後面開發基本上 就會變得非常順暢 OK 那現在我們後面 能做什麼事情 就是一直測試這個遊戲 OK 所以我們其實只是在做一個東西 什麼 學習主要經營一個遊戲 Server 然後是用工程式的角度 因為我們上面前面做的東西 都是在做一些技術上研究 OK 那最後就是 就是我昨天在看那個SRP問題 因為我一直想跟大家demo 就是登錄成功這件事情 然後看一看看就發現 它上面有個指定叫做 那個CS Re-register 那這東西幹嘛用呢 因為它以前會 這遊戲當初在台版的時候 是Facebook 就是跟開心運動場一樣 就是內容在Facebook裡面玩遊戲 所以它會給這些社群網站 直接幫你登錄的方法 那這有點問題啊 就是社群網站 它平常都不會幫你寄密碼 那它怎麼讓社群網站 可以讓你再次登錄呢 所以它就開放了一個API 讓社群網站 可以幫你做一個重新註冊 然後寫入一個寫密碼 可是 我看了一下之後 大家就發現這行後 有沒有一個奇怪的問題 它完全沒有檢查是誰送 重新改密碼 所以現在我只要知道你的優勝內容 我就可以送一個指定 我送完這個指定之後 你的密碼就被我改掉了 OK 就是一開始 它 就是他們人員還沒有反應過 它叫我無視這個東西 它說這都是給Social Network用的啊 你可以無視它 那我說可是你這康片開著啊 對 我現在市面上 你知道可以看到就是 只要是跑Online 基本上都用我的版本 那最上次用我的版本 你只要送這個指定 一定可以改掉密碼 好 那我已經講到這邊結束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各種煩惱的數據 我來把我的browser丟過來 OK 那 第一個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CloudWatch 就是 這的確就是 那個 就有線上的數據 的確是顯示 那我們這個東西就是剛剛說那個hacker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CloudFound 我們為什麼會一天把那個額度用完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request量是 1.5m 喔 加總1.5m 然後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 沒有想到玩家 數量這麼大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就是把它直接上CloudFound 所以所有玩家都進CloudFound 然後 Loading速度真的超級快 就是下載那些Swap檔之類的 可是就產生這個大量的東西 所以你看這個 以秒為單位的Transfer是這樣 那 根據波卡他自己 機器上的router 統計出來的流量 大概就是 兩三天左右就有一兩T的流量 才會跑 OK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東西就是用 就是用錢去做整體實驗 OK 好 那為解決這個問題 那個波卡他 好像據說 這個功能就這樣打開這樣子 然後 一個月50枚 雖然說他不先次數 但是他還可以設定一個 流量規則就是說 我現在DNS要回一個A的Record 然後 繞在53上面可以讓你控制說 他用什麼判斷 例如說 判斷如果是台灣的話 就回我們台灣的Server 如果是國外的話 再讓他回CloudFound Server 對 所以我們做各種整體實驗 然後試了各種有趣的服務 然後這有趣的地方是 假設我們的Server死掉的話 他還是會回我們S3上的那個 那個CloudFound 然後出現Maintain的頁面 OK 然後再來這是GA 然後 就是 這個東西是上禮拜的峰值 然後現在玩家就穩定的 就是開始留下 平常會在現場的玩家 所以這個東西是往下降 所以這個東西是往下降 那個時候就是 我剛剛有說 我要開放課金商店 就是現在遊戲裡面就是 五差別課金格鬥啦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嘛 就是 這個遊戲裡面 就是我在G2上面做一下 這個就是 兌換道具的 那個 Event 然後我可以看出道具 好 那這個名符印章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for 然後 女性上的遊戲 所以他們當然說 收集角色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這東西 就是 開放兌換之後 它數量就變top1了 那第二個是抽獎券 就是 畢竟是個可金抽獎手遊 所以 既然有免費抽獎券 我就看到有人在那邊抽好抽保 而且 我剛開放沒幾個小時 就有人說我已經換了300張 但我一次只能換10張啊 他都已經 這個 這個超級瘋狂 然後後面其實是 一些參加遊戲入修的道具 所以 大部分玩家其實都在玩這些道具 然後 你看這個兌換次數 就是 極其競爭的兌換次數 然後 這是實際上的遊戲畫面 那 大家可以直接 就是用這個網址進來玩 然後 就是 當報告說他要Support我Supple的時候 他就把 跟Online相關的所謂面面 幾乎都埋光了 對 反正我們是什麼.dv 啊.t ch啊 然後什麼 點ht 就是Online.ht 這樣 我們全部把它買下來 然後 對 反正我們就把它買下來了 然後 這是我們的repo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 然後 因為現在REEMIN其實寫不得很好 然後 就是 這有英文版啊 還有中文版 所以你不想看英文的話 我都寫好中文版 可以大家直接看 OK 然後 右邊還有tap嗎 喔對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用GOLDEN寫WebAssembly 然後去Support Action 5版本 然後 這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沒時間 但這其實很崩潰 就是 因為它裡面的所有的結構 是沒辦法預測 所以 你會在這個WebAssembly的 用的版本上看到 就是 超多大量的 可以在interface發生 OK 那這是GOLDEN現在目前的限制 然後再來就是 GOLDEN不像其他的語言 就是 你寫GOLDEN的時候 你可以stripe掉 你不需要的library 可是在Web整理狀況下 它會把所有的library丟進去 那GOLDEN官方什麼要解決 還不知道 OK 那 先到這邊 然後應該還有10分鐘 可以讓大家問問題 謝謝 感謝長時精采的分享 然後請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長時 就是 關於這個online復活的經驗 都沒有人有問題嗎 既然沒有人問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 像這種開源遊戲 那 因為其實市面上很少嘛 那這種遊戲 在做商業化的時候 會不會 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 呃 就很奇怪啊 就比如說 你一個開源遊戲 然後你可以支持別人來科技 那 這些充值的用戶 他們的權益怎麼保證呢 就 然後 如果 有別人fork的你們的代碼 自己也起了一個私服 然後到處都有 那 那 這東西其實 要分幾點 第一個就是 剛剛說的就是那間很迷的 CPA這間公司啊 就是 呃 我猜他們也沒有想到 有玩家這麼無聊 就是過幾天之後 把他開起來啊 所以 所以他們其實 他們一開始放出來的 license 是什麼 source code 部分是NIT 所以那個東西 他自己公開 他就是說可以商業利用 所以 但他一開始就猜 應該沒有人跑起來 因為我猜他們就是自己跑不起來 他要開源嘛 哈哈哈哈 OK 對 那他這樣公開 那NIT 那OK 然後再來就是 他圖檔部分是用CC ND BY 所以你只要不改他 基本上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 兩個起來就是說 你在商業化這件事情 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因為他發現有玩家 真的超級無聊 就是一個禮拜內就把它開起來了 所以他們後來 立馬緊急的在官網上加了說 例如說你要在那個網站上 放說他們的copy write 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原本 就是他們感覺應該就很閒 然後因為開起來之後 我們流量會有來自韓國啊 法國啊 或是馬來西亞 真的有的沒有 然後這些玩家 全部都跑去問CPA 就說 欸 那你們會不會出新角色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遊戲 角色啊故事啊 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跑去問 問問之後他就說 然後就開始就有人問 然後就問到說 他們說他們在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 他們要做一個叫做 Online Prime Me的計畫 然後這件是什麼 官方認證師傅 OK 就是你付錢給他 然後 你要保證你的師傅會run 然後玩家全球可以保證 那他們現在想這樣 可是 目前他們到底想怎樣 我不太確定 因為中間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就是 我們在聽到的情報上來說 就是 發現 就是官方好像對 NIT license 跟CC授權 有點誤解 所以他們一直可能覺得說 這東西可以完全保護它的IP 但其實 它這個 它這個開放出來之後 其實某方面來說 已經算是無差別的 就是 K大K大 都是自己擴充角色什麼 但 官方目前看起來 他們應該是 在找法務 在研究吧 所以我們之前有 激信 然後他還沒有回我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像剛剛那個 他們到底會不會去每天這件事情 我也問他 然後他也沒有回 所以可能要等之後 他們回的時候才會知道說 官方到底在想什麼 那 我猜他們 他們一開始應該只是想說 就是 把東西放出來 然後他們可以賺那個IP的錢 但只是 他們沒有發現 那個玩家太瘋狂 就是 因為你知道 全世界 就是現在 現在我們的SERVER流量 是台灣為主 就是 大概就可以重到一千多 而且是有兩個台灣的師傅在跑 那 國外的話 就是 前陣子韓國也開始架起來 然後 接下來 我自己的Facebook粉專 上面有兩個 兩組不同外國人問我怎麼架 所以 我猜想就是全世界吵完之後 不知道會有多少師傅在那邊亂晃 對 那 那我把這東西 Opensource的原因也就是 因為我希望 前期的時候我希望很多師傅會到處亂跑 對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這件事情 只要不要做一些太明顯抵觸 就是 Opensource精神的東西 我就不會去感測它 就是我就讓他到處亂跑 因為 其實 師傅多一點對我們來說也比較輕鬆 因為 就不用想辦法弄那麼好的機器 之類的 對 OK 大致上是這樣子 就是目前這裡有些現況 好 那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還有嗎 都沒有 那我們掌聲 謝謝唐時代 精采的分享 謝謝 谢谢大家